是詹叔 黃詹 哦 你有合作過 第一集合作 我就被他用粗口罵 李麗芸不理睬我 做節目的時候眼神避開我 電台頒獎禮賽果有沒有曾經造假 他的老闆向我們的老闆拔走了誰 有沒有刀子插大腿 在他家裡 Call my cell Hi 我是林柏希 William 看樣子大家可能都未必太熟悉 或者認得我是誰 聲音可能會好一點 不知不覺在電台上 我做了超過20年 在新城電台 你問我在電台上有什麼遺憾 遺憾現在不是全職 現在我一個禮拜才回去做一次節目 就算今晚我叫做了公關 或者出去做司儀其他工作 但你問到我 我覺得我自己最專業的範疇 依然是做廣播 依然是做電台 你說有什麼得著 你都說真的 雖然我有一點點猛 但其實我都很衷心感激 我做了這麼多年 因為沒有它的話 首先不會有人認識我 還有我沒有那麼多經驗 還有人脈 人際網絡 在之後你發展其他的行業 例如我現在做公關 做其他東西 是很有幫助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蓋世寶Lulu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節目名字有一點點改動 就是因為這樣的 柏欣是在電台出身的 所以監製就把節目名字 改成我在電台的日子 是不是很細心呢 吃了一個時節 剔除了它 電台 謝謝你 Lulu姐姐 是 全輩 你才是我的偶像 我今天很興奮 因為柏欣 那個人真的沒有包袱 很大膽 所以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覺得很適合你 夠膽問 夠膽答 夠膽問 夠膽答的玩法很簡單 導演設了六條問題 我和柏欣就要輪流抽給對方回答 是一定要回答的 明白嗎 我沒有的人不回答 我沒有人不回答 就吃十件 之前才有 吃二十隻蝦 沒有的 那我先選給你 近我這邊 媽媽說不要去那麼遠 即是夾送的話 曾經在電台 你的Case就是電視台 曾經在電台訪問 或者被訪問過的尷尬事 哦 我在裡面做訪問 是呀 你訪問人 哦 訪問人我被訪問 其實被訪問或者訪問都尷尬 有一點尷尬就是感情事那些 啊 什麼時候結婚的那些 我都回答不到 是嗎 什麼Case 你怎樣 有沒有一個scenario 或是誰訪問你 你覺得很尷尬 或是你訪問誰 我忘記了 很多訪問都會問候我的感情事 但是其實我自己都 哪個年代 離開經驗這邊之後 由鄧健雲年代開始 還是什麼 鄧健雲那些 我都不記得跟她拍過拖 我只是想知道有沒有刀仔 我很想知道 有沒有刀仔插帶給這件事 沒有 他就解釋過 是意外來的 什麼意外 你說多一次 無關我事的意外 我不記得 我不知道 你先說這件事 其實我真的不記得了 我就是知道流血 接著要 是哪裏發生的 在她的家 嘩 在家 刀仔 意外 流血 因為是那些萬用刀 不是在廚房特意 嘩 不是這些 所以 你玩什麼玩得那麼激 不是我玩 我沒有玩 總之真的很少的意外 我很想打給鄧健雲 我打吧 你也打吧 打吧 鄧健雲我想知道 刀仔插帶給鄧健雲 我們完全不害怕 你說回你自己被追尖 真的不可以說最尷尬 沒有什麼尷尬的 我出來被訪問 或者訪問人 我都預計了 有好或者不好的情緒 或者情況發生 所以沒有什麼 那你有沒有試過 訪問 你被訪就最尷尬感情事 那有沒有什麼 你訪問人是尷尬的 或者你覺得很難進入 就問不到 我們這些做開主持 都會看下別人的眉頭眼睛 如果問那條問題 但是他好像有些面有難色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追尋的 有沒有試過誰 我不會為難別人的 我很有愛的 這件事 這件事我想說 什麼是變單事 即是我說尷尬不尷尬 我反而我想分享 我想主動分享 其實六條問題都要問你 林契真是很好笑的 這件事我很記得 名字就不要開著 我想知道 其實我也不敢開 免得了 我試過在電台訪問一個老前輩 即是怎樣老化 金草 很有名氣的金草 很有名氣的金草 即是 藍絲 我初初去訪問的時候 因為訪問要訪問一個小時 我還以為真正 金草一定有很多故事 譬如說回經典劇集的角色 我可以先猜 你慢慢猜 好 但是我想說 哇一坐下 他已經很好 很友善 我可以吃東西 你吃吧 前輩很友善 但是我開始問一些問題 我問一些問題很簡單 全部不回答 真的不回答 我問他譬如 我想問他是不是電視台 當時還在TVB 然後我就問一些問題 其實我問一些問題 真的很老生常談 作為一個 不要說主持 例如呢 你做這麼多角色 哪個角色令你最難忘 哦 哪個角色 你覺得自己很入門 除了近來看什麼 這些垃圾題目之外 就是這些 然後 他真的 每個都好 沒有哪個難忘 哪一套劇 你拍得最開心 或者最 沒有 每一套都很好 你的訪問是不見樣的 不見樣的 不見樣的 但是我 我真的 那一刻心想 我怎麼捱一個小時 明白 他只有兩句 沒有啊 我沒有想過 我是沒有想過 究竟什麼原因 我覺得我自己很有禮貌 還有我都是nice 我不是處處進逼 還有這些問題 真的好 我正常問你都會 我被林柏希訪問過一次 他真是一個很好的主持 我真是很欣賞你 等於我問你 你做小臉潛飲機 哪個角色裡面 你最難忘 什麼什麼鼠 你都會回答的 他真的每個人都回答我 會不會他不記得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嗯 初初是 是 我問他 我問他 他因為這位甘草是有很多經典角色的 他真的很有名的 兩個字 三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嘩 這樣說 但是我後來估計什麼原因 我估計是怕得罪人 因為那一刻他還在電視台 這麼保守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一說 譬如我喜歡A劇 那麽多年我喜歡哪個哪個劇 不喜歡哪個哪個劇 怕得罪監製 會不會 其實 可能你在你的生活過 我沒有工作過在裡面 會不會是怕得罪人 但已經去到甘草的時候 其實都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逆地而處 我又覺得 可能有他那個原因 後來我就問什麼 改問養生之道 是啊 養生之道 那又問什麼 變了健康節目 最可憐的是電視台 他什麼都不說 全部都幾口 他不是不記得 他全部回答 很好 全部都不錯 那個個個都不差 那你可以 答了等於沒答 對 你問不下去 你吞不下去 我強項 我答了等於沒答 你一不就回答得來 起碼有些內容給我 所以後來我純粹問他 有什麼養生之道 保持健康 我懷疑的 那個訪問是令到我覺得 有點辛苦 後來我看他做其他人的訪問 其實 又不是這樣 因為他離開了TVB 我懷疑 因為他後來 他現在還不是在TVB的 其實他過過 是不是老師 不是劉剛 不是劉剛 他過過去HKTV 總之 我看他做一個訪問 應該是離開了無線 可能之後沒有那麼多包袱 就願意多說一些 也會的 但是那次訪問 令我覺得 我真是人生其中一個 最痛苦的訪問 但我都不是想得罪這位前輩 我猜你是 明白啊 你應該有很多包袱在身上 那時候 養生之道 對 不是 那不是問什麼 對嗎 我問你 你也不肯說鄧建雲插刀仔 你真的說不是 可以嗎 我問你 OK 嘿 這個 有沒有一個 現在要向鏡頭面前道歉的人 即是在當年工作的時候 我想 台前往 不止一個可以嗎 可以 李麗裔 因為李麗裔現在和我都很朋友 很好的朋友 但是那段時間 我想是 我早期 我想是由01、02年 到04年左右 那時候自己很頑皮 那時候 很頑皮嗎 很頑皮 意思是 經常去喝酒 慢慢去泡 唱歌 我早上回 我的節目開7點 其實我6點都已經開咪 有鑊氣 正 OK 這件事也有鑊氣 有鑊氣 真的有鑊氣 我趕緊反應 當時是 你是準時回到公司 但是你的人其實是不應用的 明白 就是 你把聲音都沙灑了 天天喝酒 沙灑了 就說自己是感冒 接著做電台最反應的 就是有一點點任性 那個歲數 但是那時候我的心態就是覺得 喂 那我準時上班就已經很好 就是 現在 去到我這麼年紀 我當然是兜不及我自己 你回來幹什麼 你竟然有這個階段 有啊 真的看不出來 我年輕過的 我雖然他養老而已 不是啊 就是我一認識你 已經覺得你很棒 那個年代 阿薏是生氣的 因為我跟他一起做節目 阿薏是 我看到他生氣 不理睬我 做節目的時候眼神避開我 總之就是 很藐視你 那時候我說什麼事 我有上班就行了 覺得你很不專業 是的 真的 不專業 我不是懶惰的 但是就 你回來也無法活動的 那不如你不要回來 就是這樣 當然後期我有改善 做回好好的朋友 現在還有很好的朋友 但是這一刻 如果真的要說 跟前輩說對不起 我這陣子是其中一個 要說的 另一個就是我很少在Online說的 就是在節目說的 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又開名的 開名的 開得名 你的朋友來的 這個啊 你的好姐妹來的 我很多朋友 那話說我 不 我覺得這一個是我覺得我 如果現在這樣做節目 我會比較 不會這樣去傷害一個人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自己 做節目為氣氛 那其實呢 當時我做了一個兒童節目 電台的兒童節目 叫做星期日大波羅 那我叫威廉哥哥 話說我的拍檔 一起拍檔做節目 我們那時候就每一個禮拜 都開一個題目 就給小朋友打電話來 就你給我發聲 就是鼓勵大家發言 那個禮拜的題目 就是在說 很好吃 小朋友 你爸爸媽媽最怕你什麼 我們就要引導小朋友 就是你做節目都知道 教他們怎麼說 我就說 我爸爸媽媽最怕我 就是不做功課 或者夜睡 就是這些 到我女拍檔準備開口說 我爸爸媽媽最怕 我馬上插嘴 我說最怕你計價不去 就是我一句扮過去 那時候覺得自己很幽默 很好笑 很有氣氛 純粹為氣氛而已 然後當然她的樣子 已經臉都焦了 但是都引起搶顏歡笑 然後第二天 她應該是立即進了台獎房 就說 投訴你 投訴我 不尊重這件事 那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沒問題 我為節目著想 大家聽到很開心 少不認真 我又不是私底下 在你面前針對你 但是現在我又覺得 如果我真的再有機會 這樣做一個節目的話 我又覺得可以 不用這樣一把刀 好像你這樣 拆你 我覺得 行了 替我道歉 那個是誰 那個是Purple姐姐 李智欣 哦 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覺得我可以處理得好一點點 今天 明白的 都是的 就是 你要明白 有些人可能真的會介意 是的 你要明白 可能她真的覺得 Purple姐姐 如果突然把嘴巴說 最怕你現在嫁不去 可能她真的擔心 也不開心 是的 是的 那你明白 明白 好 讓我抽給你 沒有 兩個 夠了 你三題了 你三題了 不要浪費時間 你應該得罪很多人的 等一下 有沒有遇過最麻煩的避訪者 最麻煩可能是以前做節目的時候 有某些事 哪個節目是跟你一起長大了 兒童節目 那些兒童節目 都稱不上麻煩 因為有些 他們第一次來 或者很生疏 對於鏡頭 可能緊張 圈外人 全部都是圈外人 總之 學生 或者一些 未上過鏡頭的 大人等等 那你很難怪他們 那些物質 你會很消耗 但是 都稱不上 很怪 他們很麻煩 我試過訪問一個 避訪者 她帶了一個伯母來 她害怕 自己害怕 什麼伯母 就知道 你是避訪者 我帶了一個伯母來 你有一個阿姨的物體 然後我一直問你 我想問這個專業範疇 你會怎麼回答 那女生就 那我就覺得 後面的伯母就在 不要這樣回答 哦 這些 我真是 入了她的聲音 我問了第二題之後 我真是 你知道我的 我這麼火氣大 我真是排桌 伯母你跟我出去 我們不用下班 你把聲音都入了 她又不自然 又不想 你看她多棒 你叫我喝 夢包服 我真的跟她說 出去 我也是這樣 出去 我又不認識你 你就阻礙我下班 阻礙我 嗯 我明白 真是 早傳了一件事 不是 我搬過去 那她不是真的走了 走了 搬出去 但那位 受訪者 立即變得很自然流暢 哦 反而有壓力 是呀 那整件事都是大家 做些下班 是嗎 就是將心比心 好 到你了 電台和電視台 網台的主持工作 有何分別 分別 我有做過 就是見樣子和不見樣子 是嗎 不過現在的網台都見了樣子 神經病 現在的電台都見了 是啊 其實都挺大壓力的 原本你們有一個 就是我的 現在我忘記了人嗎 不是呀 她的樣子可以遮瑕一點 我覺得男士好一點 女士我就變了要化妝 最辛苦是回到早上節目 早上節目以前 這個樣子 真的拿著帽子 就馬上回去 如果現在要見樣子 我想想 就好像做電視台 哇 一早化妝 但是不好 我覺得最大分別是這樣的 你的電視台也叫做跟稿 有寫寫好給你 你做得背 我們是要沒有稿的 我們要靠反應 要找資料 我覺得分別最大其實是 尺度 尺度 大膽了 因為電台 電視台 始終有廣播條例盯著 其實是有很多事情你不能說 不能做 這樣那樣 就是講牌子 你在網台 你在電視台上 你不可以說 我正在說什麼牌子的可樂 講幾次 網台老實說沒有這個規範 就是說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的形象可以的話 你就說粗口 也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 做電台 也是比較制手制腳 始終綁手綁腳 沒辦法 網台就會再好一點 好 我選擇這個 是的 他也是講你 很圓 有沒有同過主持拍檔交惡和反面 反面呢 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跟人反面的經驗 我是被反面 你再說回情況 被反面 很久了 你不開名 就說回情況 入早不久 很久很久了 其實我也是一個 又不是什麼都說的 直說直說 我記得是 說笑而已 但是對方就生氣了我 你說什麼笑 就像我這樣 最怕你嫁不去 沒有那麼厲害 好像是 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記得了 然後就說你男朋友才是 就是類似的 他就覺得我說他男朋友 對方是女孩子 是的 都是拍檔正在做的 是的 那最後 哎呀 我不應該說的 這些 那怎麼辦呢 算了算了 你做這個節目 沒有所謂 這個已經是一個網台 沒有底線 大家都小時候 有沒有聯絡 跟他 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都是朋友 是的 是的 那麼奇怪 是的 然後有一次 他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是嚇到的 他還說這件事嗎 不是 他主動和我友好 然後那段時間又朋友了 是的 這樣 你也挺沒有性格的 哈哈哈哈 別人跟你朋友 不是 那次是很緊張 他不跟我說話 因為我習慣了 他不理我了 電視台電台頒獎禮賽果 有沒有曾經造假 如果頒獎禮 有沒有造假 慶文 慶文 好像曾經有些 其實不知道 我拿的那些 肯定沒有 哈哈 你拿過的嗎 拿過的 我 慶文那個什麼 是不是 什麼巨星 Chip巨星 那些 是啊 有啊 是嗎 我聽說而已 你都開不了頂的 本身是他贏 但是變成是他贏 我聽說而已 哦 但是這些東西很奇怪嗎 不奇怪 不奇怪 是啊 因為其實可能 我 你比較漂亮 那我就 你冠軍 我覺得造假 加上outlook 有人會冠軍 所以我覺得 不可以 你何謂定義造假 我又覺得 其實 每個頒獎 我真心說 每個頒獎都是傾 我又不覺得是什麼造假 有沒有臨時改結果 就試過 我試過 就是 我做為最多的頒獎禮 是 就是 勁爆 這個就真的 不要說 就是不要開名了 但是我試過 因為我們做CE 其實到差不多開場 其實我們知道了 是 結果 不然也做不到 接著是 臨場 正在做表演的 頒到某些獎的時候 突然間 有刷獎 勁爆就是有刷獎的了 刷獎就突然間 拉著負責 那一部分 都是大獎 那一部分的詩儀 進去 嗯 改過一些 譬如我們有幾個獎 我們未必有分金銀銅 我們就 誰誰 突然間 拔走了誰 就要把誰 就要把誰 放下來 哦 原因就好像 我純粹好像而已 好像他不來 不是的 他的老闆 向我們的老闆 好像撕了一些壓力 總之類似 我一定要 誰 拿到 類似是這樣的 不過我經常覺得 頒獎是 說真的 一場遊戲 談好了 大家開開心心 而且都是推動樂壇 但就沒有想過 為何會 不是呀 這個頒獎禮 你說得對 剛才我說的那個是比賽 我沒有想過 就是 這麼問水 正在做表演 拿獎的人 知不知道自己將會拿獎 我準備好台詞 這樣才尷尬 我有問過唱片公司 歌手知不知道自己拿什麼獎 唱片公司說 歌手基本上知自己有獎 但未必知道拿哪個獎 或者可能提示就是 今晚穿得好一點 現在這個年代來得也有 但是 那個個案 所以我覺得那一刻 那樣很尷尬 讀而竟然改發 師弟說你知是誰 好 老闆和歌手 都 你都知道很多東西 那我的工作是這樣的 其中一部分的工作 你千萬不要轉做記者 我等我爆你這些東西出來 撻大腿 我想說真的要吃咕嚕肉 這裡的咕嚕肉很好吃 我其實很少吃 不過我都肯吃 它是脆的 但真的很香 那些海鮮也很好吃 那些東西很好吃 很美味 什麼 我問你電視台 因為你全部電視台都做過 無線 看見 還有開 都是by project 我想問哪一個合作 問一下這個很好 哪一個合作是最愉快 或者是最闊腦師 開電視 真的嗎 那個闊腦的 amount 你不看那個 exact amount 相差多遠 相差很遠 如果TVB是一元的話呢 一個帳 又說不用說出來 是比例而已 就是說它是10元 如果TVB是1元 那又沒有10倍 但是你會覺得挺高興的 有沒有3倍 那又沒有 其實1倍已經很高興 這些是1倍以上的 是 這麼好的 曾經而已 曾經而已 我知道 那你也做過一個節目而已 是啊 是啊 曾經而已 都depends它們拿到多少預算 蓋細寶有沒有試過被人用粗口罵 在電視台的稅源 哦 我想都是很小的嘛 有些情況 就是 一些幕 什麼情況呢 很少幕前而已 其實不是叫罵 沒有 其實真的不是叫罵 怎樣 你可以瞄了那些字 喂 你這些東西不要亂擺 有些是罵大眾 即是復章奸 那些 指明是蓋細寶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比我更幸福 有些導演 罵一些臨時演員 其實罵得很狠 是啊 我對自己很不尊重 是啊 但是他們演員的時候 又有別的樣子 這些就是衰格 我不敢說 他衰格大 真心 真心 我自己都覺得不舒服 你惡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對個個的態度 我服你 但是如果 我對著蓋細寶 然後就 哎呀 對著可能不知名的那些 臨機 那不是啦 就算不要去到臨機了 對我和對你都有分別 很多人 那對我差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的 但是我那次是怎樣呢 態度上有分別 我真的試過開工 其實那時候是剛剛 我開了這間東西完全可以開名的 吃東西 我是在吃東西 我可以慢慢說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節目 那時候我是PA 半主持 很早期 01年 叫做開心大鬧鐘 剛才說過 是呀 我氣生了 另一個是詹叔 王詹 哦 你有合作過 第一集合作 我就被他用粗口罵 那那個字緣是怎樣呢 字緣就是 我從外國回來嘛 我寫中文又不好 不漂亮 他有個遊戲環 自己問答比賽 我要每天出問題的 那我寫一堆問題 我覺得自己寫得多好 當我拿我所謂作了多好的問題 進去給詹叔的時候 所謂的多好 詹叔 當然也沒有時間去看 所以馬上就拿來問 他就看不到我寫什麼 然後在網絡上就 那個揚州 不是 星州 哦 因為是共用的 你寫的那些東西 他也要看的 我給了一支給他 他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他說他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當然那一集就很肉鮮 哇 這些當然要罵了 哇 接著完了節目之後 我明白啊 而且是節目的第一集 節目的第一集 他抓了我 那一集還有哪個主持呢 李麗蕊和鄭啟泰 旁邊的房間 我們直播室隔一間房間的 關門 他用了二十分鐘 無間短粗口 總之你聽不到 你認識的粗口 他都說了 全部都說了 其實重點就得過的 就是你寫一些字那麼肉酸 現在我們是溝通不了 令到整個節目 就變成了一個 broken communication 是 其實重點說完了 因為其實節目是要互相 我想問你的反應是什麼 第一 哭 沒有 神經病 怎麼哭 年輕時二十三四歲 沒有哭 第一 這個不是事後馬虎 你小時候也挺難照顧的 我不是馬虎 叔叔有火 因為 我們那時候剛剛入行 占叔已經是神台級的 嗯 覺得這些叔叔來到都是 過日神 不會賞心 他會對我這麼賞心 我真心 被他在罵的那二十分鐘 在笑著我的時候 他真的 我也是那時候是這樣 然後我記得他在後來問我 你害不害怕 我害怕 但是又不是雙中那麼害怕 他真的罵得很厲害 然後罵完之後 就 那時候工作除了要幫他 出問 後來不用我出了 第二天開始你來做了 他說我不用你做了 然後我就要幫他 負責買奶茶 那就上樓上一間 快餐店 他給我五塊水 就幫他買 說回占叔很公道的 因為其實他 說了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是 對的 他說的是對的 只不過他很生氣 因為他出醜 用了二十分鐘罵我 公道就是他做最後一集節目的時候 他用了多少分鐘在背後 下花策下罵我 他用了多少分鐘罵我 就是說我在這一年裡面很大進步 真的 其實他也說 當時其實我都不用那麼激 我又覺得他真的罵醒我 對事不對人 是的 很公正 他離開了電台之後 當他還沒過身之前 我們有約會吃飯 他有fax 因為他很喜歡fax 就是他fax東西給我 信息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令我印象很深刻 也覺得他真的是對的 我們溝通 其實就是一個團隊 如果我只是出錯的話 其他人失敗是不行的 這件事 但是你明明是入行的 你也在那裡長大 當然是 對 我告訴你事給其他朋友 有些人就羨慕我 你也好 被尖叔罵過 少過的 浪費了二十分鐘在你身上 也是 是真的 那一刻覺得 阿叔罵我 我就是這麼臨 阿叔罵我 很棒 我有沒有試過電台撞鬼 但是我真真正的 我看 我感覺到的 就試過有一次 那時候我工作到兩點多 那我就凌晨 那我要交給直播室 直播室又不可以響電話 又不可以吃 那我就記得我 放下我的電話 就放在直播室的門口 外面有一級樓梯的 那我放在那裡 那我們走進去 放下 出來 電話沒有了 然後就問新聞部 你有沒有看過我的電話 是不是你撿了它 沒有 新聞部沒有 然後我就 難道我放下在廁所 再走一個圈 沒有 進了直播室 問那位同事 剛才我不是拿了電話進來 放下了 沒有 其實晚上有多少人 直播室那個 晚上有多少人 新聞部兩個 我 operator 沒有了 就這麼多了 沒有了 這麼奇怪 我都很害怕 又走不了 接著 這下就真的害怕 突然間 新聞部的同事 我們搞了很久 看了地面 沒有 然後突然間 那位新聞部的同事就說 喂喂喂 是不是這部 那麼多雙眼 那麼多雙眼 沒有了 只是 明明看都是沒有 然後那位同事突然說 這電話是不是這部 我說 是啊 大家都鬼睜眼都看不到 是沒有變 一個位置是沒有動過 和我放下時是沒有動過 也是那個位置 但是 那麼多位同事 幫我看 找 都沒有人見到 是一個很 是一個很明顯的地方 不是說掉了下去 明白明白 是啊 那即是他們有 遮住那些東西的能力 就是這樣 有沒有試過被別人杯葛 杯葛 我想 冷對待那些 欺凌 什麼欺凌 欺凌 怎樣欺凌 不可以說了 不可以說了 立法欺 行行行行行 有些東西真是 唉 一言難盡 那我就說了 我免得你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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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行 剛剛入行 真的 那時候我是很不開心的 那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 我首先先說的前撤 我是壞的 我是那些 覺得自己英國回來讀書 有英文好 我的樣子都寫出來 所以你早期也挺討厭的 哈哈 真的很討厭 早期 幸好我還沒認識你 我真的很討厭 我是那些 不是 做朋友一流的 因為我那些是 毗露好贏於認識的 是 樣子都放在臉上 不會和你轉彎抹角 我經常覺得 我相信 如果你認識我的話 你會覺得我是 瞄你那些 我這麼聰明 回來香港 和你那些貌似做同事 我的樣子都寫出來 明白 那些人就恨我 恨我不要緊 我同輩恨我都很正常 我這麼醜 但是那時候我生氣的是什麼 現在回想一下 是那時候有一位老前輩 也算了 不是老的 那時候他不老 那時候前輩 成一名的 有些出名的DJ 是他帶著一群 和我同輩的新人 去欺負我 那種 他真的不值得你的戲嚴 這麼欺負人真 我認我欺負人真 但是我又覺得 同輩恨我 同輩杯葛我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也會恨你 但是你作為帶我20年 就是你帶著一群新人 欺負我 欺負我包括那類 是小朋友的東西 這麼像我感受的 例如 我先想想 我再說看他像不像 例如他帶了一群人去吃飯 不理我 只是放下我在電台 有些小事 又或者是 譬如我混音樂 我們經常混音樂 做DJ 人家每個人開著宿舊門混音樂 他都沒有東西 只是我開著門混音樂 走過來就說 你現在很怕鬼 打著門 這些待遇 他也不是杯葛 他只是針對你 他真的針對我 當然我剛才說過 我是很壞的 後來五名未同事 他跟我說 其實你真的不用了 那個喜悟露出來 他說他年輕也是這樣 為甚麼 譬如我恨你貴世寶 他還要蓋你 讓我知道我恨你 他說不用 不用讓人知道 兒子 他真的教我 後來我真的不想 但你現在也是這樣 那倒不是 現在好一點 我最喜好 客氣了 客氣了 林柏熙的帖子真的很好笑 但我又覺得 這件事之後 當然我也有改善自己 但我最大的得著是甚麼 這位老前輩 我眼中 你都對我很壞的前輩 你教了我 在我的生命裏面 我沒有欺負過一個新人 不論是歌手 或者是DJ 或者是這個行頭的人 或者是誰都好 我一個新人都不欺負 因為被人欺負是很慘的 而且你老人家那麼多 要欺負就欺負同輩 或者欺負前輩 熱級挑戰 就不是欺負 譬如我現在 沒有大欺小 譬如我現在欺負新出來的師傅 你一定欺負得贏 性知不無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 體驗 教導 當然我承認我是黑人生 我沒有說過我自己不黑人生 如果我現在見回 我沒不到你這麼搞笑 如果我見回當年我自己 我一定會盡自己 林柏熙 我想很多人都問過你 為甚麼有電台高層你不做 是否有很多人問過 師傅 師傅 朋友問很多 是 然後你走了去是吧 是 即是等於你放棄了一塊錢的 是嗎 不止錢 地位 光環 是 有的有的 有很多 為甚麼 我最現實的不是錢 最現實就是 一知道你不是電台副台獎的話 有些推廣員馬上不理我 然後打給他又不理 有有 不然有現實是對的 人情難亂 當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已經預算了 預算了人手查量 但是為甚麼不做 是呀 很多原因的 很累 很… 影響身體 哪有這麼說 最…那一下推廣 令到我決定真的要遞信 就是我試過有一次在上環逛街 又見到一個追魂叫打給我 那時候是全港唱片公司打給我 全港 當然 因為要欠榜 又要欠冠軍 總之我很多這些電話 這個電話一打來 因為他很煩 每個星期就說 喂… 喂… 一見到他的電話 我就又打來 超煩 我的心簡直是感覺到自己搞痛 真的覺得痛 而且那種心跳聲 是大到好像聽到的 就是… 這一下就令到我覺得 我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了 令到我身體承受不住 這一下是令到我促使我一定要遞信 但是當中的過程就是覺得… 因為其實我專門做電台 叫做副台長的時候 經歷了很多的 試過全台有三十多人被人解僱了 我又留下了 又升職了 然後又被別人千夫所指 說我是染仔 其實我可以受這些事情 如果我覺得… 因為這些人經常覺得我出賣前台獎 說瑞哥給我出賣 但是其實整件事瑞哥是看著的 我到今時今晚跟瑞哥都很好朋友 那麼他也鼓勵我留下試一下 所以沒有這件出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時間可以證明 但是當我覺得 我是為了一個我相信比較好的未來的改變 但是我看到的 又不是好像我自己心目中的願景一樣 還有當你再跟一群管理層合作的時候 就是混合在一起了 那又覺得好像不是很100%合格 與其等將來可能長遠都有機會 就是都是離婚罵大交離婚 那不如和平地分開 現在和平得來 起碼我覺得我不會因為這樣跟他們在做的 會不開心 那他們有自己的方向 我只是留下做一個節目 就是當回去做嘉賓玩一下 也不會有什麼衝突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理想的解決方法 你問我可不可惜 可惜的 因為等於剛才我說我自己也是很喜歡做電台 我好喜歡做廣播 這個是我覺得自己挺強的專業 但是也感謝這一刻的發生 令到我跳出電台以外的世界 然後看到原來世界也挺大的 就是電台以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發展的 你喝不喝酒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這件事 少喝少喝 你會是怎樣的 我常常睡著 只是睡著嗎 不只的 也有瘋的一面 最瘋是怎樣的 又是吉大腿 最瘋的當然是不方便跟你說 不是在這裡說 你瘋子做這個節目 你不方便說 那就是做這個節目 我想睡了 我想我經常被人抬回家 那睡有多瘋子 我經常被人抬回家 抬回家行不行 你真的會死屍 是啊 是啊 經常性 那這些呢 這輛車又被人開走 人又被人抬回家行不行 那這些就不適合做我 什麼事 我接下來有一個節目 是 叫做摸杯底 因為為什麼這樣呢 我會追酒喝 不小心 那這一部分又對 因為我的節目 那有時候是一直找朋友來 那有時候難控制 我沒所謂的 我本身沒事的 追酒喝就有事了 那是來我的節目 我就是想跟朋友 我的酒腳 我一向爭活上的酒腳 一邊喝酒 我怕實在是人 一邊聊天 到時你應該會說 你再問一下 到時你就可以說一下 你那些什麼 被杯葛 刺大腿 你那時候會更加暢所欲言 是啊 我怕多說了 是啊 記住留意我的新節目 叫做摸杯底 好啊 那到時見 那今天就沒辦法了 時間都有限 不過都 聊得很暢所欲言 但是我想說 從老闆娘說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炒飯很好吃 我覺得四樣東西都很好吃 其實我真的小吃咕嚕 但都很好吃 我其實是不喜歡那些 很酸很酸的 它又不是很酸的 是啊 而且它不是很粉 真的不會 很好吃 是啊 多謝你了 是啊 多謝你 乾杯 下次喝酒 於盡壁 了 沒什麽 因為 我說 slip 幾 無 亞 姚 谢谢观看